美国海宾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最近正在南海地区活动 而且非常猖獗 11月1号他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了一段消息 讲他的水兵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损管训练 美国在这个军舰舰艇的损管训练上应当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的 不过这个消息背后耐人询问的一点是 他在南海地区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损管训练 我倒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开始有点担心什么其他方向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周边能够对南海地区形成直接军事控制的 当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了 其实美军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因为我们火箭军在去年的这个相关的士兵演练当中 曾经成功的用两枚不同型号的弹道导弹 准确命中了西沙移动200海里的水上目标 这个信号我想释放的是非常清晰而且准确的 就是告诉有关势力在这块活动的时候 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时候 要不要太出格 不要做出一些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事 否则会招致灭顶之灾了 与此同时解放军的空军的航空冰毒部队呢 也具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反航母作战能力 那么水平舰艇部队就更不用说了 争夺驻海拳的方面 可以看到呢 未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海军远洋作战力量编队为主体 同时服役火箭军进行火力之间协调的一个全套体系的控制能力 我想这套控制能力对于我们维护祖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利益是非常之重要的 相对于主要战略对手来说的话 他如果要在这个地区试图兴奋作量 那么他的前提肯定当然是必须要先学会怎么保护好自己 避免遭到灭顶之灾吧